前台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25號上午第四度遭北檢提訊 金華城B案 北市議會調查小組 會議記錄24號陸續在官網公開 隔天檢方立刻再提彭震生 恐怕就是要釐清會議內容 官網顯示金華城專案小組 從5月6號到9月19號 10次會議 9次會議訪談彭震生 前北市都發局長黃錦茂等人 通通留下文字記錄 8月26號第9次會議 彭震生開門見山表達 109年才開始有這個案子 我沒有交辦 就是有人來拜託 案子可不可以排研議案 我說不行 所有進入都委會的案子 都是要經過都市發展局 沒有私人對都委會 當我說明完以後 人就離開了 依法行政是很重要 在議員許淑華的詢問底下 坦言是因為便當會 時任市長交辦 才會辦理研議 言下之意 任了柯文哲點頭 七億的成本換一百億到兩百億的利益 請問公益性對價性在哪裡 一般市民可不可以七百萬換一億嗎 請問為什麼這種何康只有審慶盡有 目前檢察官頻繁 傳換或調查證據 可能是想儘快結案 也可能是想避免後續要開演壓庭 因此需要緊速掌握相關事證 起訴被告 金華城案已經進入第三週 上午檢方除了提訓彭震生 下午也在將提訓其他被告 檢方密集提訓和時間賽跑 憑兩個月內癥結起訴 307月正常聲音H小組 台北曾報道